開米鳳台做新中南部營水災情嚴重 原本有一個月在當採收的馬島文壇 整幾天都浸在水裡面 雖然說水鐵啊 不過這次的風雨都很大 第四文壇比線到頭階 有一個順勢兩項所有 一個月的時候 差不多一個月就能採收了 這個時候 主要農民的 這幾天沒到農會總幹事孫慈明招騰國文壇 不孫慈文壇的狀況 不過正對到農民那幾部分的孔庫 要使用手機的火不在省有一定的難度 因初上後在立委規國文壇下的時尊 要提出到相關的問題 不能不能就是比較放寬一點 因為我們知道說 鳳台一台時九極風 可是連續第一天是鳳台來有九極風 二、五、二、三天連續都有一個九極風的傷害 所以它的傷害是可以說是有一個延續性的傷害 不是說針藥的也沒問題 它的牆子藥去我們的紅藥去臉庫 它淹水淹三天四天 它後續的漲有可能針藥不落國 來有可能針藥落國的落後 就後面的部分有一些後發性的一個問題可能會出現 譬如講紅藥 它現在的部分有所摘存 可是後面會影響到成長的部分 要如何認定天然災害補助 我覺得這個部分應該去正視 所以說我們特別今天還找了 這個農業部門過來要主要一個原因 台南高隆山入修孫是已經達到天然災害救助的標準 那是有在孫的農民可以向當地公訴提出心情 好少吃虎的半點才可以送行到中央來深測 那天使我們來喜歡摸到彩虹波的兜 來重新地路不運 我們就在這邊 但是我們在這裡 我們我們在這邊